量仔 打抬球成为高手必看的K球小技巧 技巧一 齿轮球 两颗球连线 对准带脚 直接击打是打不进的 但只要打在三号的左侧 就可以把一号打进 技巧二 低杆定杆技巧 遇到较远的直线球 打中杆的位置 想要挺稳白球 需要用很大的力 对于新手来说 力量大就容易停不住白球 此时只需要用小力量 打低杆点位 出杆尽量平顺 就能轻轻松松停住白球 拿下这局 技巧三 飞球 使用大力出击技 把球打飞属于宽规 飞出去的球也算进 对手获得自由球 但是打黑霸时 把黑霸打飞了 直接算输 黑霸进带 白球也进带 这样也算输 技巧四 偶合效应 遇到这种相切的球 黑球的进球线路 被障碍球阻挡住了薄边 直接打进球点的话进不了 可以瞄准黑球最薄边的位置 用低杆大力击打 即可进球 技巧五 同时击中 击打时 白球在一瞬间 几乎同时击中 自己和对手的球 并难以判断 先击中哪颗球时 不算犯规 技巧六 入带球 大力出奇迹时 把球打进带 然后又反弹出来 算没劲 也不犯规 换对手击打 技巧七 省力冲球 把白球放在靠近库边 大概一颗球左右的位置 然后瞄准球队中 第二颗球击打 这样开球省力 而且球开的伞 清裁率高 下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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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课